1月17号10点35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事业13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设立进入议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航天2022年首次发射 取得开门红 说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经初步核算 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 这数字低于2020年的1200万人 和2019年的1465万人 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 达到了1883万的小高峰 此后持续回落 而2021年末 全国人口比上年末 仅增长48万人 说昨天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启动 为方便旅客出行 铁路部门增加了多项便民举措 延长12306网站和APP售票服务时间 调整为每天5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 每周二除外 提供24小时互联网退票服务 退票截止时间延长到开车前 同时还新增了12306客户端 免登陆推票渠道 自助售票终端办理 电子课票改签等功能 说记者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了解到 该台禁地天体望远镜 近日发现了一颗 正在向地球飞来的禁地小行星 国际小行星中心 将其编号为2022AA 预计它将于2月4号飞掠地球 这也是2022年全球范围内 发现的首颗禁地小行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